又有超多的粉丝问我该怎么打青钢影 用什么好打 青钢影这根熊 他认为上单四点没中到二届 对线还是极其恶心 对线的时候靠着他的被动技能 没事就过来踹进脚 没事就过来踹进脚 然后你别踹烦了 忍不住了 先打他 然后他一个勾索我直接跑了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你跟他对线的时候不能光看他 还得看他们打野 因为他这个英雄真的太好配合打野了 一技能超远距离位移带控制 大招直接把你圈住 不让你走 达路技能负载80%的范围减速 然后你跟他对线 现在没压住 然后等到后期装备成型起来之后 一个Q技能一千增伤 直接踢掉你半头命 如果你是ad的话就直接死了 虽然这个英雄很厉害 但是在联盟里有一位英雄 竟然可以做到完全吊打青钢影 直接爆杀青钢影 首先啊 青钢影这个英雄Q技能可以加速 所以咱们Q技能必须也可以加速 他的W可以回血 所有咱们W必须也可以回血 他可以获得护盾 所有咱们必须也可以获得护盾 首先在技能上就不能输给他 没错 这个英雄就是 大熊子 哎 没想到吧 还真是大熊子 OK 我们开始游戏进入教学 天赋可以带成功灵光屏风迅捷 但是如果你强粉的话可以带上不灭 然后主W打消耗 一级的话 学Q学艺都可以 青钢影不出意外的话 一级是不会和你打的 所以说咱们稳稳的二级 二级的学艺可以消耗一波 咱们往前靠点 接放进洛杰Q加速 配运A一下 再一下 打出强攻直接走 他有一年话再一下 前期就换鞋 那么他这个鞋量的话 已经到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咱们青鞭到了三级可以秒了 直接Q加速 风雨落雷 山一发运达不掉一口 直接中一批死 就很简单 没什么操作 二级消耗三级杀 然后咱们继续回到现场 见面直接Q加速 这群人也挺皮的 还拉扯我 咱们被踹了一脚追不上了 但是不关事 这个群人很喜欢发表情啊 就一直发没停过 哎 我就喜欢对面这样的人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完了 这孩子被我打散了 怎么办 开始神志不清了 怎么开始抽风了 那没办法了 给他越了吧 他这个鞋量已经到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先A塔去被动 看能不能把他被动骗出来 OK 他A完散了 咱也出去 等他被动没了 靠近点 1Q20杂主直接开大 发电火 打不了一口再A一下 他还交了一个藏闪线 这包雪传 这青鞋显然不知道什么叫数字怪啊 中途对面打野来一次 被刷死了 但是不关事 我刚才也说过了 千万人跟熊配合打野很厉害 就能给他送了个吧 无所谓 然后咱们继续回到现场 它这个鞋量已经到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关下大的cd 过来先W标记一下 咱们不急先吃兵 吃完兵就绝他 靠近点 A他打不了一口 往后走骗他E OK 他把E角了 那他死了 直接一口连杂住这些大 他该大了 不关事 打不了一口再一下死掉 打枪也一定要骗他E技能 骗完他的E 他没有位移了 跑不掉了 就可以随便杀了 然后咱们继续回到现场 插着鞋量的话 已经可以秒了 先把他被动骗了 W标记一下出塔 OK 现在可以秒了 靠近点 一口连杂住直接开大 他开大了 不关事 打不了一口挂点火 栽一下 栽下死掉 看了这有伦就会说了 啊 这个情况已经根本不会玩啊 那行吧 咱们来看下一把 这把有点意思 我为什么说有点意思呢 因为我好像撞了一个博主 对面上野是双排的 那咱们就稳一点一学一吃兵就行了 等小兵快死了再出去 他E技可能学打不久 所以咱们绕过来 在草里面放逸 然后出来吃盾 批到了稳转 没批到不碍事 咱们有盾 所以说换鞋不太亏 二级之后他照一个上来打你 直接一口连杂住 中一追在他 咱们上有盾可以继续追打他 打到不能打的为止 还是一样 二级换鞋 三级杀 咱们把兵线推过去 他这个血量的话 不好秒 先w标记一下 就看他打不打 他散了q准备过来了 直接一口连杂住 歪了不来事 打不咬一口 再一下 再一下直接走 他这个血量已经到门展现了 可以秒了 先把小兵退过去 他要过来的话 再打不咬一口 他这个血量的话 他已经死了 小兵退过去就可以越了 直接放油里来 三一盘一打不咬一口 再一下死要 就直接给他秒了 对面打也来了 不用怕 咱们直接转移动 哎 舒服 咱们回到了现场 来一波 回推线 先吃完兵再和他打 打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看他怎么交易 我跟你们讲 只要有枪瘾敢在这个距离上这样交易技能 就别犹豫了 直接干他 直接q加速 电锋加速 他交散了有点可惜 这波他不闪的话就直接死了 然后咱们升到了七级 打枪瘾的话 说什么都行 神分黑切 瞎无招者都可以 打枪瘾的话 建议学几级q不然追不上 我的建议是主q-w 天员因为强就强在拉扯 咱们就不让他拉扯 直接干他 然后还是一样 只要对面枪瘾敢这样交易技能 就别犹豫了 直接电锋加速 Q加速 风一路雷 他开大了 直接拍晕 打不掉一口 直接又醒了他跑不掉 他眼插出来打也不碍事 直接开大已经坐死了 对面打也来了 不用怕 我们打也也来了 他闪了 不碍事 咱们直接穿移动 哎 舒服 然后回到了线上 他这个鞋上已经到门上线了 给秒了 他又踢你就打不了 他把一交了看他弯打踹 ok 他又这样的交易 那他就已经死了 直接q加速 电回再加速 风又雷 拍晕打不掉一口 他开大百亿多了 不碍事 继续追随他 他进他了 直接开大 直接一口打不掉死 真的 大蟲子打枪 硬是真的好打 看到这个有观众就会说了 啊 你天天就会玩你那个B数值怪 你为什么不要大蟲子打啊 是不是打不过呀 大蟲子打枪 硬是怎么说的 不能说是很难打吧 只能说是随便乱打 天赋带 从上行事率下 这边点就行了 打枪有个技巧 就是骗 就骗他了被动 一级勾引让他打你 你就是个技码 就一直勾引他 就让他打赞 哦 给他现在被动没了 咱们假装吃兵 他往前的话 直接开一扎塔 咱们三下直接跑 这样换鞋子咱们不亏 他这个谁量二级可以直接秒了 这个轻炼营打得有点急啊 一级就过来打我 咱们直接开一扎塔 直接挂点火 从中接着扎塔 他闪了咱们跟闪 继续扎他屁股 这波有点失误 我以为a他一下就死了 他技能快好了 不要急 怎么快两级了 直接打小兵 ae 直接一秒全Q 一发中Q 行数的加速 可以扎塔 谁给他扎死了 这前方有点看不起我呀 中途被对面打野抓了一次 但是不没事 就当给他送一个无所谓 就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噩梦开始了 对面打野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一直来上路 我就一直住上路不走 一看斩记 他是双排的 我刚回到现场想吃个冰 对面打野又来了 遇到这样的三大交付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别有余了 就直接去二塔尊就行了 这啥玩意儿啊 这工程不会的都 咱们亏了很多兵 但是不坏事儿 只要咱们不死就是稳赚 咱们回到了现场 在这儿慢推线吃兵 听到一过来的话 再W火下沉没 他身上有盾的话先不追 现在盾没了可以打了 咱们先假装补兵要等他过来 等他补兵的时候中Q 跟他拉扯一下 W好了 达威化沉没 他这个鞋量可以秒了 直接闪一开一扎他挂点火 带来一发中Q 完了他一好了没打死 但是不亏啊 咱们把球兵推塔里面去准备走 然后对面清风眼前还没走 我说他为什么不走 原来是对面打野又又又又又又来了 咱们直接中Q直接跑 这把打了我真麻了 打野一直来上路就没走过 但是不碍事儿 还是一样咱们给他讲师爷假装走了 然后偷偷照回来 把真眼探到二槽里 然后在这蹲着 哎 蹲出来一个清风眼 直接中Q 打路一下吼死 哎 舒服了 让你叫人 然后咱们回到了现场 冲了羽床之后又火辣多了 没事就打W火辣一下 中Q直接跑 给他卖个破点让他一展 他一过来的在A下准备跑 直接羽床定住 不爱的不爱是中Q可以扎那 打不得火辣沉没 再大厦直接跑 说句实话这清风眼走也不错 如果羽床中的话他就直接死了 不过不碍事儿 还是可以杀 等下进行cd 他放W咱们放W 接一发中Q Q歪了不碍事儿 他一过来再开一扎塔 等下盾没了再开一扎塔 一个大哉嘎死 哎 还是我继绕一仇呀 这波我把塔推了 准备走 对面千万人一死 对面打野不得意了 要来打我 我出力了 他开大了 不要急 先远窗定住 进另一个草地卡视野 直接中Q 打W火辣沉没 开一扎塔挂点火 直接给他秒杀 这啥玩意儿啊 千里送人头 理清诚意中啊 你们刚才也都看见了 是他先叫了打野 那就不要怪我了 好吧 咱们再操里蹲他 他这个血量 因为在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等他过来直接中Q 有双定住 打W火辣沉没 开一扎塔 加上三下 继续追 Q好了 再Q 神经速力加速 又好了 再开一扎塔 再加一下 一个大哉嘎死 哈 看来再联系的交付也打不过了6啊 对面打野一直帮上 帮出来个零杠五 我们打野也是比较聪明 一直抓中下罗 然后我们中下发育的很好 所以说这玩意儿是拿下了 咱们来看第二把 第二把对面上单不是交付 我设计的时候叫做不打野 把他打扫 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千万也没有打野会是什么情况 咱们有流色 对现在没事W火辣一下 没事 你就W火辣一下 就一直W消耗他 这时候等快6级了 不要急 再W火辣一下 没火到 不碍事 直接6级啥也可以炸他 再开大 给他有层撕血 等他盾没了再炸一下 再一下 直接死掉 就非常简单 没什么操作 青光影这个蟲前妻很弱的 所以说必须前妻欺负他 然后再回到现场 没事你就W火辣一下 没事你就剁草里 然后硬一躺 没事你就中QW火辣一下 消耗一下 他这个鞋量已经在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等下进到cd Q好了 直接中Q 行李随理加速 开机加打 一直跟着他 等着都没了再打 都没了直接电话大招 再吼一下 这不后有个失误 扫夜了一下 然后他带了饼干 没烧死 但是这个青光影很大 还没走 来小亮 给他整个红啊 走 出去 这啥玩意儿啊 飞过来个尸体 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然后回到了现场 出了泳霜之后就随便打了 没事你就W火辣一下 他这个鞋量已经到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咱现在没机能了 他肯定过来打散 他一过来了直接泳霜 这时候千万不要打他 一直跟着他 等他盾没了再打 盾没了直接开机加他 W火辣成破 中Q 再A一下 一个大杰嘎死 就一定要等他盾没了再教技能 不然的话他打不死 上一波打完并没有回家 因为钱不够 咱们吃个果子就回来兑现 然后咱们绕过来偷偷偷朝里面去 等他过来直接中Q W火辣一下 咱现在没打听消耗一波 他对血量可以秒了 Q好了再Q 再消耗一下 咱们不急啊 等下技能cd他已经死了 技能好了直接中QQ的白水打不得好一下 然后我再等下技能 Q好了再QQ的还是白色 直接远方定住 打不得好一下 讲真的我才知道千万一被进过的时候能放出意来 这波可惜了追不上了 把小兵推过去 这个千万一还是很浪 还是不走 那咱们就靠近点 直接中Q W上一个大杰嘎死 剩下的就随便打了 还是那句话 法虫线上有优势 打也不来的话就无限死 见面没事W消耗一下 他这个血量可以秒了 还是一样的一样 咱们卡波式也进逃里去 然后再逃里面蹲他 最后再等他过来 他过来直接中Q 远方定住 W火较沉没 他开夜了 继续追 Q好了再Q 行水水里加速 直接挂点火 一个大杰嘎死 然后剩下的就随便打了 那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问我为什么没有后续啊 喜欢的帅笔点个关注吧